好嘞好嘞 我是电子烟 你要换吗 请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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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样的 就是现在其实电子烟是一个轮回 就以前前两年的话被商家炒作 或者宣传的话把它打造成一种年轻酷伤 那种打烟舞 展现个性的一种 一种 一种 一种玩具 其实电子烟最本身发明的它的初衷 是我的体验 是我的一种更健康的一种 尼古丁的摄取方式 就杜绝浇油和其他的一些香烟有化物资 对身体的一个伤害 那么之前的那个尼古丁 游泥机的那个烟油的话 说实话贴验效果 当然相对现在尼古丁盐来比的话 那真是太差了 当时我们只能抽6毫克 是9毫克或11毫克的 越来越上升的话 对红色刺激越大 那种像刀罐的感觉越明显 在那个时期的话 也有那么一些产品 就是我们说的口感性产品 它们的目的就是 为了新的这种高浓度的烟油 而量身定做的 那么在现在进入了 尼古丁盐时代之后呢 设备开始越来越小型化 小烟的崛起 真是得利于这个尼古丁盐的诞生 所以的话我把这个目光 又转向了以前的一些小烟 我就来想试一试 我说以前的那种小型的那种口感的小杆子 它到底能不能凑尼古丁盐 如果能凑的话到底效果怎么样 所以我当时我老法中第一个想到的时候 就是我当时最喜欢的一个杆子 叫做飞行员 就是现在我手上的这个杆子 我们来看看这个杆子到底怎么样 它当时我真的很喜欢它 为什么它真的非常小 它小到什么地步呢 我可以装给你们看 就这么一个小东西 当时我记得我用它抽蓝莓爆珠 抽什么的那种过火油 还抽挺爽的 当时我真的很喜欢这个机器 也挺有手感的 也挺漂亮说实话 所以我今天要用它试一试 它能不能抽蓝莓爆珠盐 它充电线是安卓 安卓和那个苹果都可以的 双充电头 就是说如果你手中没有安卓线 你有苹果线的话 一样也可以充电 挺好用的 它是送了一个小挂带 放在这个里面 然后刚好就露出这个电火箭 这么一个东西 好 这些 我关注的是它的组织 看看一个电量一个组织 它的电池是900毫瓦 这么一个小体积900毫瓦 这比绝大多数的小年现在都是要大的 BDC物化器 它的原装的电阻是1.0欧姆的 2毫升的油藏 80.5克 好 我会用它来抽这个催费卡 我先把这些所有的全部放到一边 好的 我这一充就充了一个多小时 三千两个小时吧 都忘了 它电已经充满了 我再抽一下满电 应该是12瓦功率 说实话 我觉得好棒啊 这种小杆子 又小巧 然后也不贵 又便宜 我抽翠布卡丁烟 哇 好贵 哇 这个 那这个很难说了 这因为它这种物化型 以前也是抽游离机用的 但是我感觉抽丁烟还可以啊 挺好的呀 挺舒服的 就西组略微的有点空 因为它有两个进气孔 原来我要我要贴一个 就拿个什么东西 拿特门胶 粘住一个 拿特门胶 粘住一个 很好 也挺好的 用脆杯卡抽的 我感觉还挺不错的 这个油 因为这个设备我以前用来抽 那个 in the wave的南眉暴珠嘛 效果还都还挺好的 我觉得抽丁烟应该不差 结果果然 我那天 让厂里给我发了一个 果然抽丁烟 果然不是我所料 所以我还是比较推荐的 那现在小圆都这种感识啊 什么圆子啊 那种 有很多人 包括我自己 其实我也是想用用 像这样的 像笔式的 挺好的 我觉得可以 没让我失望 这样大家又多了一个选择了 因为这个设备也不贵 而且物化心也不贵 我推荐 好抽不贵 好了 那么这期的那个老后挖掘评测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都有帮助的话 麻烦点个赞 或者评论转发一下都可以 也欢迎你关注我的微信封送号 然后 也欢迎你叫我的微信 或者来我的淘宝小店 来向我咨询都可以的 好吧 今天就到这里了 拜拜